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面对这个COVID这个疫情 这个疫苗的注射 或甚至将来有口服的这种疫苗 都会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确实我在过去也提到了 如果下一次这种国际型的事件 比这个COVID还严重的 大概就是资安的 那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去 对所有全球的这些资讯长 技术长 做一个普查的这个报告 这份报告我们在6月份刚发布出来 那这是我们针对全球 3542位企业的资讯长 技术长还有资安长 做的一个线上的问卷调查 那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在81%的这些资讯长 技术长认为 过去12月里面确实发生了资料外泄的事件 而且这里面呢5件当中有4件 就是82%呢 是属于重大事件 就是对企业的这个营运都已经产生了影响 那56%的人担心明年会有更重大的事件发生 那再来就是勒索病毒 这个勒索的这个软体或者勒索的事件 也是三不五十发生 那76%的这个企业主管 他们认为呢 去年过去12个月发生的很多的这种勒索的事件呢 都跟远端办公居家办公是有关系的 另外79%认为这个技术更纯熟了 因为我们发现勒索这个事情 其实有一段时间它是比较沉寂下去 那这两年它又有点再度崛起的这个倾向 那第三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大家普遍反映 就是98%的企业呢 现在已经会计划或者优先采用云端的 这种安全层面的技术 那为什么我常常用这个疫苗来做比方 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发展它的疫苗 这个可能有几百几百种 但是呢大家普遍来讲还是比较信任 全球这种国际大厂 两三家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疫苗 道理很简单 就是他们的这个样本的 这个取样的空间 还有全球覆盖的范围呢 还有这个持续性的 这种能力会比较强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毒一直在变种 有Delta还有其他的变种 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很持续性才采集大量的这个样本 而且最好在这个重灾区里面采集不同的这个样本 所以呢也这也是为什么资安的这些防护呢 越来越多移到了云端 比方说这个VN1我们在不管是端点 或者是这个闸道上面网络上面很多的这个 我们迁入是这种资安技术 现在都用云端的技术去收集 举例来说如果在中东某一个国家 收到一个政府上的这个入侵试验 这个讯息很快就会反馈到 这个云端的AI的这个智慧中心 你用传统的这种 在地端或电脑上面安装一个软体 然后三不五时接受更新 这是都来不及了 必须是完全即时性的 有任何这个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产生了变种的攻击呢 这个讯息就要被采集上去 然后呢全世界这个所有这个受保护的这些设备 也好人员也好 即时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防护 这也是云端优先的这种安全策略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这种龚有云 或者像练为这种跨云多云的这种 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呢 他在整个资安的房屋上面呢 他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那但是呢不管怎么做 都没有办法完全阻断 所以养成很好的这个资安的习惯 是所有企业现在也都在主推的 新南中心我们今天再次把这个话题呢 跟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下次见